黏土娃 到手 嗨 我是NB大小Muchbear 今天我們要來開箱的東西就是這個 哈哈 那我們來開箱吧 哇 是黏土娃 而且是兩人一組的喔 黏土娃 那我們來開箱吧 我們開箱好了 黏土娃 我們先來看男生的部分吧 這隻男生呢是穿著披風的 而且這個披風也都是可以脫掉的喔 而且他披風的造型也有很認真的把樣式給造出來 細緻度都比上一隻好非常多 他的衣服呢就是往後面 就跟我們人一樣就是往後面拉就脫掉了 這件衣服的質感做得還不錯 後面這洞不是瑕疵品喔 後面這洞是為了讓黏土人這個支架可以插上去 而挖出來的洞 這個不是瑕疵品喔 那這個衣服呢 它這個是做成夾兩件式的 一脫就是直接整件脫掉了 褲子呢 褲子就是直接往下拉啦 我們不要再把它脫掉了 上一次我們已經有脫過一次了 襪子啊 這襪子也是真的就是都可以脫的 整隻都是全部都是可以脫掉的 這一次呢 這一隻是 他是愛麗絲夢遊仙境 然後這個是瘋兔先生 我們帶領愛麗絲進入那個世界 然後拿著懷錶的兔子先生 這個耳朵呢 它就是這樣子 把它給 這塊透明塑膠片把它給插上去 然後壓好 就裝好了 好可愛喔 吐吐 而且他耳朵會這樣晃喔 再一次忘記講的地方就是啊 他的腳底其實就有磁鐵 鞋子底部呢也是有磁鐵 所以就算不裝鞋子呢 基本上還是可以吸在這個 底座上面的 一樣是可以吸著的 只是說站起來可能沒有鞋子這麼穩 因為鞋子的底部是平的嘛 啊腳底還是有一點點 凹凸 他做的還蠻像真人的 鞋腳底的 可動度呢也是非常的OK 就是基本的 都是可以凹 而且因為他的衣服是布料的啊 反而會卡住關節的地方是比較少一點 比一般的模型塑膠的模型來說 他會卡到的地方真的是少非常非常的多 擺的姿勢呢也可以更豐富更自由一點 這就是布料的好處 不過布料呢麻煩的地方就是 如果長期放在 比較 那個灰塵比較多的地方啊 要清起來就會比較麻煩 喔 鞋子直接給他穿上去啦 這個黏土啊的好處呢 就是他的磁鐵啊 然後他基本上如果說不要擺那種 單腳站立或之類的姿勢啊 他的站立都是還蠻好站的 應該應該這兩隻給的比較特別的手都是這個吧 這是筆葉的手收 耶 因為我不小心把他們兩隻的手都混在一起了 因為他們主要身上裝的都是張開的手 然後呢另外附的是筆葉的手 以及這個握拳的手 兩個人都是一樣的 而且他的手好像男生女生 沒有什麼太大的差別 所以男女呢基本上都是可以共通使用 然後一起裝上去的 手呢非常簡單就是這樣子 把他給拔掉之後 拿一個另外一個手 給他插上去就可以了 其實我比較希望他可以比這個 愛心 最近很流行的愛心 應該以後還會再出吧 雖然說黏土啊這一系列啊 基本站姿這樣子就已經夠穩了 可是呢 模型公司還是很貼心的 把這個腳架給附上來了 而且他除了這種一般的 插後面背後的腳架以外 他另外這種夾子式的也有給 他這種夾子式的啊 是自己組裝的 組裝好了以後呢 只要插在一座這種底座 只要替換過來以後 就可以用夾式的 你就算整個飛起來 也都是可以夾得住的喔 我們剛剛呢 稍微暫停了一下 因為想說要把這一隻黏土娃 先放到旁邊讓他去休息 然後把他披風給穿上去 結果發生了一點點小意外就是呢 他的衣服 這一件外套 因為他是一件事 他不像衣服後面 有這個可以撕開的部分 所以就變得很難穿 而且呢 布料用得太扎實 所以就變成說 這件布料是完完全全沒有任何彈性 然後 在穿的時候呢 就會有一點小困難 而且穿上去以後呢 輕綁這裡的可動呢 可能會稍微降低了一些 就是可動度會稍微再降一點 不過呢 倒是不會造成太大的困擾啦 那我們就先把小兔兔呢 就先放到旁邊讓他去休息一下吧 接下來呢 我們要看的部分呢 就是愛麗絲 愛麗絲呢 也不只是這樣子喔 他也有附上一個可愛的蝴蝶結 他的蝴蝶結呢 也是一樣 就是把頭部呢 稍微拉開一點點小縫縫 跟兔耳朵一樣 然後把它給插上去之後 再壓緊 他的蝴蝶結呢 就佩戴完成了 是不是也超可愛的 可是呢 缺點是這個系列的東西啊 他上面的裝飾品 你只要頭部沒有完全壓好的話 他就脫落了 其實腳部都已經做了磁鐵 他其實可以把上面的部分 也加入磁鐵構造 我當然知道他們公司的考量 大概就是因為 如果這邊新的版本加入了磁鐵考量的話 那舊的像是 洛基啊 這些小年土人的版本的話 他們的頭裡面 因為沒有磁鐵的構造 所以就會無法配戴這些小配件 所以其實這也算是某方面的小貼心啊 雖然說有點 那我們來看一下愛麗絲吧 愛麗絲的頭髮非常的長 這有可能會造成一些搭配上的遺憾 就是如果說背後 有那種需要坐椅子啊或之類的 可能就會硬到而無法做使用 這是一個小缺點 要不然可動性也是不錯 而且這件衣服因為是女服裝 所以這裡開口呢 開的稍微大了一點 布料呢也稍微淡 比較薄了一些 所以可動呢 是完完全全不影響的 可動是非常好的 比兔子先生的可動度還要高啊 你在家話 這件女服裝呢 就跟一般的衣服一樣 他是 欸他有不一樣的構造 這裡是用 扣子 其實超小的小扣子 好可愛喔 欸 他這件圍裙是可以脫的 他可以把圍裙脫掉給其他人穿耶 哇 這件好可愛喔 小圍裙 喔這件這樣子小小的洋裝也很可愛 不用圍裙也超可愛的 雖然就缺了一點點小裝飾的感覺 不過整體上倒是還蠻可愛還不錯 這件呢就跟一般的衣服一樣呢 是可以直接 喔他是整件拉開 喔沒有他拉到這邊 小心喔 如果第一次拿到的 不要就直接拉開了 脫呢 就是直接這樣 我好像看到 他的部分呢 他是 安全褲 他穿的是一件安全褲 所以裡面就沒有像 之前那一隻小女生一樣 他裡面還有小內褲 他的安全褲呢 超級可愛的 是條紋的呢 好可愛喔 這一件 而且做工很精緻喔 他是 一層 欸 等一下 他是分成內裙跟外裙耶 欸 這件做工也太細了吧 等一下 沒關係我們就先不脫好了 我大概展示一下 他呢 這件上面的小洋裝呢 是這樣子拉開 他跟裡面的這個小裙子呢 是分開的 而且他這個小裙子呢 裡面的蕾絲呢 是縫三層的 很有質感的 縫了三層的蕾絲 然後呢 整個套起來啊 就會變得 有點可愛的小華麗感 哇 這隻愛麗絲有點太用心了喔 這樣很常喔 我之前買的那隻好像沒那麼用心啦 好值得喔 他的縫建跟衣服什麼的都好用心喔 嚇壞我了 其他一隻都沒有這麼好 賺了啦 至少我買到了 好可愛喔 然後他的小圍裙呢 這件啊 可以給所有人用耶 太棒了吧 這件圍裙這樣子 感覺就可以讓很多黏土人 就算沒有黏土啊 也可以拿來做 搭配使用耶 太可愛 而且洛基怎麼像一個大媽 阿力士的部分啊 也全部都是 腳底都是有磁鐵的 就可以很方便的吸在這個 磁吸式的座上面 然後讓他做站立囉 真的很方便 而且 黏土娃呢 我要再三強調喔 他最重要最好玩的部分呢 就是 可以把 人物的頭 跟 原本的黏土人的頭 做替換 把他給抓上去之後 我們就有一個 違和感很重的 愛麗絲洛基 那這個洛基 也還是可以套上這個 蝴蝶結的喔 哈哈哈哈 那我們今天黏土娃的介紹就到這邊喔 等一下我會用旋轉台 拍一下呢 這個人偶的細緻的部分 讓大家去看一下 這個東西啊 他大概一支價格 將近一千吧 不過我是預購 所以價格會便宜蠻多的 一些賣日系玩具的店家 都應該都還會有 因為這一系列的黏土娃沒這麼強 只是說怕店家呢 不一定會有訂 那如果真的很想要的話 就多找幾間喔 那如果等下看完 我的旋轉台影片的話 喜歡我今天影片 請記得訂閱 按讚 以及分享喔 我是NP大熊 MarchiBear 那我們下次見啦 掰掰 我們下次見 他是那些人 去哪個幾天 是 也集捨不去 的 好 不是 真的 什麼 糟糕 好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